日前,格鲁吉亚议会选举落下帷幕,被认为亲俄的格鲁吉亚梦想党以约54%的得票率赢得选举。 预计格鲁吉亚梦想党将获得议会150个席位中的至少90个可以组建下一届政府。 这个结果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 选举结果出炉后,格鲁吉亚四个亲西方的反对派政拒绝承认选举结果,声称俄罗斯是此次选举的幕后黑手并呼吁民众抗议。 此外,美西方国家也在采取行动,包括德国、法国等在内的13个欧盟国家发表联合声明, 称此次投票涉及违规以及违反选举呈现,要求对结果进行修正。 美国则是直接发出了威胁,其发言人马修·米勒声称, 如果格鲁吉亚政府不改变议会选举结果,不排除会面临进一步的后果。 这里的后果虽然没有明说,但从美国以往的手段来看, 指的就是颜色革命、经济和政治打压等。 那么格鲁吉亚的选举结果,为何会让美西方如此跳脚呢? 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。 首先,格鲁吉亚梦想党去年通过的《外国代理人法案》显著限制了西方对该国的渗透和操控。 该法案要求任何接受超过20%外国资金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, 必须公开其资金来源,否则将面临高额罚款。 这一举措明显阻碍了西方在格鲁吉亚的渗透,因此激怒了美西方国家。 第二个原因,格鲁吉亚梦想党在俄乌冲突中拒绝参与到对俄制裁当中。 事实上,严格说起来,格鲁吉亚并不亲俄。 此前格鲁吉亚梦想党执政时,一直在积极发展同美欧的关系, 也主张对俄罗斯采取务实政策。 然而,俄乌冲突爆发之后,美国一直向格鲁吉亚施压, 要求其原乌并加入对俄方的制裁之中。 同时还意图说服该国配合乌克兰的行动,对俄罗斯进行威胁遏制。 结果遭到了格鲁吉亚的坚决拒绝。 格鲁吉亚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东西方势力的夹缝中, 地理位置决定了他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。 美国执意将其推到俄罗斯的对立面, 显然是想要把格鲁吉亚打造成下一个乌克兰。 然而,通过观察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经历, 以及与美国关系日益密切的亚美尼亚的命运, 格鲁吉亚梦想党清楚地认识到, 美国只是将自己当成了遏制俄罗斯的炮灰。 这种意识使得格鲁吉亚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, 也让美西方对其选举结果倍感不安。 在美国公开对格鲁吉亚选举发出威胁后, 中方也亮明了立场。 我外交发言人林健指出, 中方一贯尊重格鲁吉亚人民的选择, 真诚希望格鲁吉亚能够实现稳定与繁荣。 这表态不仅是对格鲁吉亚选举结果的支持, 更传递了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。 中方与格鲁吉亚的关系日益紧密, 双方在经济、贸易和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在不断拓展合作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 中方的表态既展现了对格鲁吉亚的政治支持, 也展示了经济合作的诚意。 格鲁吉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, 对中方的支持尤为重要, 中方愿意与格鲁吉亚携手,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。 总之, 格鲁吉亚此次议会选举结果, 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美西方霸权政治的一种反抗。 中方的立场与支持, 为格鲁吉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, 而美西方的干预与压力则提醒着世界, 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做出选择, 将成为未来各国必须面对的挑战。